这几天来 我们看到社会各界关切 在我们立法院在星期五所发生的 这样质询的一个乱纷纷的事件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委员 对于我们的质询是 尤其总质询非常非常重视 因为一年也只能总质询两次 我们有些委员迟到 有些委员因为个人的行程的关系 他擅自的去更改了秩序 然后最后从口头质询变成书面质询 而造成星期五这样的一个执行之乱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们立法院的伤害非常大 让外界认为 今天难道我们大部分的委员 都是巨婴吗 都靠着我们的议事人员来通知 如果议事人员不通知时间 我们就不会质询吗 我们就不重视质询的时间吗 那我觉得更过分的是 自己因为时间没有办法掌握 动辄的去把这些责任甩锅给 我们的主席韩院长 还说什么韩院长 是什么要提早结束 是要去喝酒去应酬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恶劣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也是受害者 因为我不希望外界会认为 我们今天立法院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必须谴责这样的行为